法定人數不足 好 好 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代表民建聯 就著這個財政預算案 講我們整體的立場 一會兒我們個別的議員 也都會就著他自己關注的範疇 提出他們有關財政預算案的一些意見 民建聯認為這個預算案 我們總體的評價是 調節有道 善用之源 才爺今天宣讀他 在今屆政府首份的財政預算案 而我們看到當前社會 其實正正是在後疫情的復甦階段 經濟亦都是逐漸去復甦 儘管我們今年財赤亦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財政司司長仍能夠做到 調節有道 善用資源 今年政府繼續派發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雖然各項的紓困措施有所縮減 但是亦能夠體現到政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 盡力地關顧我們市民的需要 同時我們亦看到財政司司長 他是著力投放資源 在固本培源之際 亦都是推動本港的創意產業等多元經濟的發展 加強吸引企業落戶香港 民建聯認為這份是一份穩健有承擔的預算案 能夠在維持財政穩健和推動經濟復甦 以及紓解民生困境之間做到平衡 希望這份預算案亦真的可以落實 做到財爺口中所說的穩中躍進 共托繁榮新願景 在推進經濟復償和發展方面 財政預算案是吸納了我們不少的想法 包括動用了2.5億元 繼續舉辦大型的城市 並且向100名訪港的旅客發放消費美食券等 針對中小企現在面對的困難 財案亦提出了繼續寬減利得稅 和非住宅物業的差享寬免 另外亦向客運營辦商和持牌旅行社的代理 提供百分百貸款擔保 以及注資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計劃 鼓勵業界升級轉型 不過我們對於有部份的建議 不要被財爺接納 譬如說在旅遊業和跨境客運業 在三年疫情之下是復業困難 這方面一會兒我們會請相關議員 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我們希望財爺都能夠重新考慮 幫助旅遊業界和跨境客運業界 至於在創新科技方面 我們看到政府其實是下了不少的心機 亦都投入了大量的資源 有不少的措施是值得肯定的 包括推動第三代的互聯網生態圈 數字經濟和綠色科技和金融 這些措施包括成立虛擬資產和可持續發展的專責小組 研究建立人工智能的超算中心 並計劃設立微電子研發院 從而加快復償和提升經濟的發展動能 在書解民生困難方面 財爺亦都在財赤之下回應了我們多項的訴求 除了是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之外 亦都包括寬減申諷稅、住宅免差項 亦都增加了和延長了電費的補貼計劃 延長了公共交通費用補貼 發放額外半個月的縱緩和各類型的政府遵助 以及代繳DSE的考試費等 另外裁案亦都向現在我們大力推動的中醫藥業發展 注資了5億等等的措施 亦都值得我們肯定的 接下來我想請我的同事 講講他們對於不同政策範疇之內 他們在裁案的一些建議 不如我先請李世榮議員講講 扶貧及弱勢社群方面 好 謝謝黑勤議員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世榮 關於社福方面我想回應一下 首先第一點就是剛才裁爺宣佈之後 其實很多市民都WhatsApp我們 在公共福利金公安宣佈 只得半個月額外的公共福利金 大部分老友記市民 其實對於政府這個決定既明白 但是當然亦都希望特區政府在明年 如果我們的政府經濟上是好一點的時候 希望可以調升過去過往是多一個月的公共福利金 當然他們都理解上一年政府抗疫用了一千億 也都財赤接近一千億的時候 確實是有一大壓力 但是希望明年如果改善的話 可以增加到一個月的公共福利金 另外我想回應一下就是這本預算案的第五十月 第一百七十六點 關於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 其實這個政府建議 就是由八千個名額增加至一萬兩千個名額 其實我是有這麼多的保留和擔心的 原因是來自於特區政府福利局 其實在上一年委託了理工大學做的顧問研究 其實裏面顯示 現在的長者社區券確實的使用率是非常之低 但是現在它宣布由八千加到萬二 亦都使用了不少的公帑的時候 究竟怎樣可以令到 真是用得其所 真是他們、長者們是可以 真是申請得到 以及NGO可以執行呢 希望特區政府真是看看 加上這個社區券其實現在交給審計去看 獨立的報告是未出來的 但是如果現在加這個名額 確實是否未是最合適的時間呢 另外我自己過去一直倡議照顧者方面 其實政府剛好公佈 就是會設立那個二十四小時的支援熱線 其實那個熱線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非常之簡單的一個熱線 但是政府就當真是好像幫助照顧者的話 確實令照顧者是會有點失望 大家再想一下去年年尾發生很多照顧者 可能殺死被照顧者之後自己再自殺的這些慘劇 希望特區政府真是可以接納我們全面的支援照顧者的政策 希望接下來繼續優化這些照顧者 最重要是給一個肯定這一班的照顧者 我先補充到這裡 好 我請周浩鼎議員 好 是 麻煩哈勤 麻煩哈勤 我首先都是非常歡迎 也多謝政府採納了我們較早前提出的意見 包括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獲得政府的採納 也都去幫助刺激這個經濟 同時間我都留意到 政府也都是採納了一個建議 就是在那個新型工業的發展上來講 今次這個財政預算案都有相當著墨 第二個先進制序中心都正在是會稍後進行那個可行性的研究 我在這裡都提出一點就是 其實今次政府也都有採納了一個我們的建議 就是將那個資本投資者的計劃重新推出 但今次就說明不再包含買賣物業的 反而重點應該是投資在開公司 還有讓到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資金流入去幫助我們的產業 我的意見就是會不會可以透過這個資本投資者計劃 在執行的時候讓那些投資者應該是重點投放在一些重點支援的產業 包括我剛才講到的新型工業 如果他們都能夠投入在這些新型工業的產業方面 去開設公司 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地員工 然後去考慮去批准這個居住權 我覺得這樣都會是一個有助於香港既給錢財 是20級人才的一個方式 這個就是我的建議 謝謝 好 接著我請陳仲黎議員和黃英豪議員 講講財金方面 謝謝黑勤 各位前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財政預算案裡面都是有大量的篇幅 是講了怎樣提升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政策 其中在第81至104段 有相當多的政策其實都是採納了民建聯 早前向財政司司長提出的建議 比方說我們建議司長要將香港打造成綠色金融中心 他今天有講多發綠色債券 ESG的債券 和香港作為一個引令的作用進行綠色認證 另外他也有提到是怎樣鞏固提升香港作為資產和理財服務中心的 這一點都是我們向司長提出的 只不過今天沒有提到新股通 我們其實是很希望 假以時日能夠兩地的監管部門能夠達成協議 就是說兩地合資格投資者可以通過深港通和護港通的管道 是賣賣對方市場第一次上市的股票 今天這件事是沒有出現的 希望日後我們可以一路推進 第三方面就是更加提升香港的債券市場 大家聽到司長都說 早前海南省和深圳都在香港發行了離岸人民幣債券 未來我想香港整個財金市場 包括政府部門都要吸引更加多的內地省市政府部門 和優質的金融、財經和民營企業來到香港多發債 最後金融那方面我想講講就是家族辦公室 大家都知道早前其實立法會審議了 是這個單一家族辦公室的稅務條例的 這一點是好 不過我想提的就是其實這個只是開始 未來將要擴換到綜合家族辦公室 因為現在只是單一家族辦公室 要綜合家族辦公室 同時我們要參考一些我們其他競爭的國家 他是將家族辦公室引入來 他的負責人或者家族受益人 是可以有個移居的優惠的 我們香港是沒有這件事的 所以可能競爭力稍順 日後我會再向民建聯會再向司長提出 最後跟大家講一講我作為資歷評審局主席 亦都是肯定文件第173段裏面講 職專教育的內容的 只不過將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怎樣要理順和釐清 所有這些職專教育的升學階梯 和那個資歷涵節 我講到這裡為止 多謝班長 請黃英豪議員接著 各位好 財經司司長今天在第52段 他就提到鼓勵電信業投資基建 首次提出 將來投得的無線電的頻譜 需要繳付的費用 可以獲稅務的扣除 民建聯以前向司長提出過 5G的基建在香港 應該被視為與鐵路、隧道、公路等同 所以我們希望將來也會見到 政府加大這方面的投入 這次是一個開始 有些稅務可以抵購 但是我們希望政府要設立配對基金 特別是北部都匯區的設立 如果是要向新科技的產業去發展 必須要有很完整、很完善、很快速、 寬頻的5G網絡 這個純粹靠這個服務供應商去投資 是不夠的 政府應該設立配對基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地位 我們也看到司長會撥給貿易發展局 就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 未來5年是有5億多元 我們也希望司長要考慮對香港的各大商會 因為這些民間的力量 如果可以發揮起來 是對開拓新興市場 比如東宏、東亞、中亞、非洲是很有作用的 不是說公營機構不行 但是如果全部資源都是集中壓在公營機構那裏 要求它調整它在西方國家去新興市場 中間是需要有一段漫長的過程 所以希望司長在資源的調撥 希望也考慮一些本地的商會 至於這個數碼經濟的方面 我之前也提出過 跨境電商對香港的維繫著國際貿易中心 物流中心地位重要性 但是這次的預算案 是沒有考慮跨境電商 當然它有撥給數碼港一個額外的資源 也希望可以通過數碼港去支援香港中小企 在這個數碼經濟那裡轉型升級 但是希望將來特區政府更加重視跨境電商重要性 這個跨境電商是G2G政府對政府 無論對內地政府還是對將來RCP地區的政府 都需要香港特區政府有一個更主導的作用 多謝 好 接著我請郭佩帆議員講講創科 然後陳勇議員講講關愛隊那方面的工作 好 麻煩陳特勤議員 我覺得今次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財政預算案擺了很多資源和很大的篇幅去推動香港創科的發展 我會形容是非常之積極有為 是全方位去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向前跑 以往我們經常都說我們在追著落後 但是今次我們都見到有很多前瞻性的一些措施 還有真是很全方位的 由中學生我們有三億去給那些中學去 給那些中學生更加去接觸到創新科技 去到投資5.1億元去幫那些初創企業去發展 接著去到我們也都有綠色金融綠色科技的推動 也都是承諾創新版會有新的發展 接著去到科研上面也都大力投資 無論是人工智能的超算中心 還有其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些大的項目 其實都是在整個科研的基礎上面 是大力去投資的 去到就是新的我想上次大家如果有留意 我都是希望政府大力推動這個第三代互聯網 Web 3.0 今次都有一些篇幅去說 需要找緊第三代互聯網技術革新的黃金機會 政府看到這個黃金機會 也都今次願意去投放資源 去向這一方面的發展 也是非常之好 接著也都在應用上面 會提升至方便這個平台 我非常之歡迎的 也都預留了5億 是繼續去支持這個中小企的數碼轉型 這個是應用上面 所以你會見到整個生態鏈 其實都有一定的投入和投資 所以我對我們未來 就是香港發展創新科技 我都非常之有信心 那現在可能有個樽頸位 就是土地 今天就知道接下來我們會有這麼多的項目 但是土地在哪裡來呢 所以現在河套那裡 我都再三提政府 現在河套的大部分的土地 其實都是在做方艙醫院的 我們是需要釋放這些土地出來 希望政府有個時間表 另一方面 這次也都見到 才爺就說要力級訪客 省令香港招牌 我們覺得在旅遊方面 其實都可以更加善用科技 例如我們怎樣可以省令香港招牌呢 希望我們的遊客一來到香港 踏入香港 其實就已經可以用到最新的技術 和網上的平台 可以找到最適合他們的旅遊景點 項目、節目 我們可以利用網上的互動地圖 AI 可以提供更加個人化和貼心的旅遊體驗 這方面我遲些都會向政府提供 多一些深入的建議 另一方面我也想特別讚一讚 政府今次是投放一億元 去加強支持婦女發展和相關工作 充分地肯定婦女的地位 這個我作為民建聯的婦女事務委員會 我是感謝政府在這一方面的投入 亦都肯定婦女的地位 未來亦都希望更加重視婦女方面面的發展 好的 陳勇議員 好 多謝陳克勤議員 開一開咪 OK 開了 我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全國團體界別的 立法會議員 這次財爺的報告 就等於剛才陳克勤議員所說的 民建聯認為是穩健有承擔 整體上我們是值得讚賞 也非常值得支持的 中間我主要想提出 就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 希望能夠更全面 更能夠周全地 將我們的資源 擺在社區裏面 每一個最需要的環節 都應該增加和擴補 它的有效和更加針對性 所以其中一個我們想提 在財爺的報告裏面 第174開始 那個題目叫關外共融 關外共融是社區裏面 這邊對婦女、特殊的學童 長者、居家、安老 這些都重要 照顧者都是重要的 但我們見到其實 李家超特首施政報告所說 就是說關外隊、社區關外隊 這個是一個總的兜底 在社區裏面最能夠照顧到 只要你住在社區 每一位有需要的都有的 那個環節很闊的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但這次裏面 沒有一個專題的財政預算 在裏面 我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作為更好的整合 更能夠體現到關外者 對這個包底的做法的支援 這個是一個 就是希望到時裁熱 考慮的時候 在這方面幫助更好的整合 撥出專項的資源 這樣你才可以長治久安 長期的推動 另外都跟關外有關的 之前我們文件也提出的 就是現在很多長者排隊看醫生 都是比較困難 隊比較長的香港比較揭發醫生 中間我們提出 就是說長者醫療圈的範圍 可以擴大到廣澳大灣區 又去內地的城市 包括深圳等等之類 局長都在那裏 行醫主持都很長時間 這方面暫時沒有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裁熱能夠積極的考慮 就是至少你先行先事 第一部份是長者 包括跨境的醫療券 和醫療的保險 令到香港排隊輪候 就是長期輪候的病友 能夠多一些選擇 多一些的方向舒緩 另外一個就是 其他都是我們提出的 這次的未有包含 但我們希望都能夠 在具體做法裏邊 可能先行先事 包括對外互通互聯 推廣香港的時候 在僑務工作 運用好全球幾千萬的華麗華僑 去香港作為中心 另外住在不同地方的經貿辦 都應該專門加強這方面 所以那個預算裏面 跟它的功能應該更好的配合 我主要報告這件事 多謝 接著我請陳恆斌議員 講講運輸業界 以及陳永江議員 講講中醫藥業 好,謝謝陳一勤議員 財政司司長 他都說想擺脫疫情的困擾 全力拼經濟去吸客 吸旅客 這件事我們是非常之歡迎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吸旅客來 我們是需要跨境的交通 和跨境的運輸的 大家知道跨境運輸 已經停了 尤其是客運 已經停了三年 這三年裏面 他們可以說是吸風飲露 基本上是甚麼積蓄都用完了 在現在我們已經通關 過了差不多整個月了 他們的復償的步伐 是非常非常之緩慢 只有三成的車是開到 有七成的車依然是停在巴士墳場裏面 跨境的渡輪 其實亦都是復甦非常緩慢 開一架就試一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民建聯 在我們遞交給裁爺份 財政預算案的建議裏面第三點 就是我們擺到很前的 就是希望裁爺可以撥款 是支持這些跨境的運輸行業 令到他們是可以盡快復業 接著復業之後 就可以協助特區政府去聘經濟 擺脫疫情的困境和吸客 但是現在跨境運輸業界 就是沒有錢沒有人 沒有得搞 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亦都不見到 有甚麼措施協助他們 所以業界都是非常失望 亦都是希望裁爺 在接下來的一些措施裏面 能夠協助他們 裁爺今次在他的財政預算案裏面 就說會百分百擔保他們的貸款 其實他們的貸款 已經債台高速了 過去三年可以貸的已經全部貸了 現在正在想怎樣還錢的時候 接著財爺再告訴他們 我百分百擔保你的貸款 即是說錢 蓋錢 接著便利答利 所以跨境業界 他們在這個復業無望 加上沒有錢沒有人 沒得搞的情況下 我很相信會影響了我們香港 復甦的步伐 所以我們民建聯 都會再次向財爺促請 提出一些有效措施 去協助跨境的運輸業界 令到他們度過難關 我先說這麼多 陳榮江議員 謝謝 陳議員 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5億 給中醫藥發展基金 這是體現了香港政府 對發展中醫藥的重視 有助加強中醫藥應用資訊科技 和進行臨床培訓和疾病研究等等 能夠促進中醫藥業的升級和發展 對中醫藥業界和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好事 不過基金申請程序是有優化空間的 令基金可以能夠更加發揮最大的效用 我希望政府在未來也要加強宣傳 並和我們業界保持溝通用好基金 確保基金能夠切切實實地協助業界 提高整體水平 在這裡之外 我也希望能夠簡化基金的申請和審批程序 令到業界可以更徹底地 在基金是有助於發展的 對於政府是未有接立民建聯 建議擴大中醫門診特別服務計劃 致私人的執業中醫 並且增加免費門診服務名額和次數等 為民的建議 我感到是有少許失望 但是當國能夠補充的不足 可以透過基金 我們可以以及有長新觀政策給市民 免卻市民經濟負擔 令到他們不用自己或何包 可以接受到中醫優質的服務 除了之外 財政預算提及的舉措 我也希望政府能夠多觀察下 全方位地促進中醫藥發展 令到市民大眾 親身體驗和深入了解中醫藥 更好完善中醫發展政策 多謝 好 給大家提問之前 我也想說幾句關於綠色運輸 因為見到今年 才爺其實都大手筆 給了不少錢去搞綠色運輸 特別是鼓勵的士業界換電動的士 這方面其實他給了64億 但是我們留意到 其實的士運輸業界 他們的車不用到最後一天不爛 他都不會打算去換 所以給64億他去換車 是否真是一個最大的誘因 可以令到現在的石油器的士 能夠盡快淘汰 這是傳疑的 第二個就是他都提出了 有3.5億是試用電動導輪 這一個我們覺得方向都是對的 不過其實不應該只是局限在電動 而是應該其他新能源都可以試用 特別是輕能 因為現在說真的 如果你是電動輪船的話 其實效益可能是不高的 而且充電亦都比較麻煩 所以那3.5億我們希望它的範圍 是擴闊一些 這個就是我在綠色運輸那裡 就有這樣的建議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提問 讓我們的議員同事是可以幫忙回應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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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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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傳媒簡報會員的